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8月15日 今天来谈谈两个议题 一个是有关习近平语录的问题 一个是王岐山 外交角色的转变 那么先谈谈习近平 习近平最近的语录 在人民主报上连篇磊都的 据媒体报道 8月2号到13号 有人精确的讨计了 连续搞了几次这样的安排 也就是在人民日报里头版头条 那么发表了习近平的语录 并且这种版式的安排 特别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时期 那就非常明显 习近平及其团队 还是要把习近平打造成 和毛泽东并驾七驱的最高领导人 伟大的领袖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 网上官方媒体 催谱习近平的言论非常高调 发起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 但是曾经遭到了挫败 特别是梁家和大学们 遭到了海内外舆论的普遍的批评 和建议 结果呢 习近平很可能 我估计是不是本人也觉得 不好意思 或者是有批识 或者是有电话指示 也就是说这种 个人崇拜一度迅速的降温 但是呢 近一段时间以来 之所以人民日报 还要再次 要搞这些文化大革命类似的 西语路 这一方面显示了什么呢 习近平现在面临着 党外啊 党内 这个一些高层的 包括退休的一些大佬啊 和现在在任的一些官员 其中也包括 地方的封疆大力的 这样的反对啊 这种反对很可能不是公开的 都是暗下的 而且软性的 那么消极代工事的 不作为事的反对啊 那么所以说为了统一 党内的思想啊 这对这个王沪宁主导 历史形态的王沪宁来讲 也是自己以为是必要的 而且呢 这段时间刚好就是 外界疯传呢 北战和会议正在进行啊 说不定也是为了 通过刊登 西语路来统一党内的思想 也就是说让人家 相信自己啊 追随自己 那么 看来取得的效果 并不是很好啊 因为现在这种状况 是联想到已经在中国 搞过的文化大革命啊 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搞上了东西啊 林彪也是 服用毛泽东 最初刘少奇 也是服用毛泽东啊 搞得就个人崇拜啊 这个天洞人员啊 造成了经济 这个崩溃啊 那么政治上也是 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各社会阶层的关系 非常紧张啊 那么呢 十年动乱啊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 作证啊 也就是说 个人崇拜这套东西啊 这个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讲啊 没有好处啊 那么这种新的造神运动 可能是因为习近平身边这些 扶植起来的一些官员啊 他们现在非常纵死 手中的权力和地位啊 也就是他维护了西核心 那西核心如果说 这个在他们的想法 长期执政 那自然环绕他这些 提拔向来这些经验不足 工作表现不太 不太好的啊 一些官员啊 就可能有切身的利益的 这个要求啊 能保证他们这个 这个个人的利益啊 那么 本人认为啊 用这种办法啊 很难受到效果啊 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像胡耀邦那样啊 能够就是说 大局的这个进行 这个平反冤假策案的这样运动啊 而且能够进行致力 这个司法体制的改革啊 我相信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 那么现在目前看来 没有这种迹象 显示西移民要进行正改 反倒是他对这种 对他的吹捧啊 采取了一种 至少啊 从目前观察看 采取比较认同的一种态度啊 那么企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 无所不能的这个神啊 新的神 要和毛泽东 并加启取啊 我认为这个也是 非常的困难啊 因为新的本人来讲 不论是思想性格 还是这个文化素养啊 特别是他这个担任 2012年啊 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以来啊 基于全力余生啊 那么除了在扶贫这个领域 表现比较好之外啊 我认为在其他的领域啊 都遭到了党内外的很多批评啊 那么即使是强力的反腐啊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应该肯定一半 另一半就是这种反腐具有选择性的 派系都有这种色彩 也是应当给予批评的 也就是习近平这个目前 面临的困难啊 至少有三大困难 一个是中美贸易战啊 达到现在这个程度啊 已经结束了中国和美国 长达数十年的这种 密约期的合作啊 第二就是香港反送中营动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中共在香港这些政策啊 破坏一国两制 循迟忘法随便抓人啊 特别是铜锣湾事件以来啊 已经使香港的老百姓啊 对中共这种司法体制啊 不抱任何的信心了 并且这个目前正在 这个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抵制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 就国内外的国内的经济形势啊 这个也是目前来讲是非常令人堪忧啊 由于中美贸易战造成很多的老外的工厂撤离啊 员工失业啊 再加上现在物价飞涨啊 那么人民币的这个贬值也比较厉害啊 这一两天有点上升 但是总体确实来讲 也是并不乐观啊 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导致啊 老百姓的不满 这个声音很强烈 这样呢 他就非常恐惧啊 怕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引起内地的这个民主运动啊 那自然而然就没有别的办法 就仿坐毛泽东啊 搞截斗争这一套啊 严厉的进行这个打压呀 这一点只能是这个越搞越有麻烦啊 那么这几条都可能是造成 目前人民日报作为党的喉舌 最大的喉舌啊 那么来高调的啊 抛制出这个习近平运动的 这个真实的原因啊 这是有关习近平 那么再来谈谈王岐山 王岐山看到海外网站报道呢 就是王岐山 这个最近有一个重要活动啊 将在日本共同社啊 在8月11日报道 也就在10月22日 王岐山 这个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呢 将出席啊 在日本举办的 日本新天皇 就得人祭祿礼 正殿之礼啊 有这么一个仪式啊 那么日本邀请了很多的国家的元首啊 这些资深的名人参加 那么王岐山 现在已经决定啊 将代表中国过去 就参加这次活动啊 于是海外网站都很多的议论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7月1日啊 王岐山在中南海资光阁会议间 墨西哥外长 埃布拉德的时候 曾经讲过啊 他说他帮助习主席啊 搞一点礼节性的外交 现在看来情况发生很大的表啊 我们知道王岐山大任副主席以来啊 外访了五次了 第一次是第一站是俄罗斯啊 那么22届圣彼得堡 有一个经济论坛 他参加了 然后就访问了白俄罗斯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王岐山正在帮助习近平啊 这个铺后路啊 在准备后路 也就是说要真的 中美继续僵持下去啊 就要回到过去毛泽东的时代了 那么改变了过去是远交进攻啊 那么现在 现在是进交远攻啊 并这样一种态势啊 那么以前我在视频节目多次讲过啊 俄罗斯前苏联啊 对中国这个 对中国还是有一些这个 这个领土上的要求啊 怪在沙俄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就双方在这个边境上 就有很多的冲突啊 这个沙黄也侵吞了中国的大片的土地啊 也就是说呢 过去就有这个敌伙啊 那么此外日本更不用讲了 日本曾经统治中国一些领土 很多年啊 特别是这个台湾 还有这个大连啊 等等 日本还搞过满洲国等等 这都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邻国呀 不论是隔一条海 还是边境相连 都是在不断窥视中国的土地啊 并不是自己的朋友啊 那么现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 造成关系紧张的 只好倒向这些国家 那就说明什么呢 王岐山这一次去参加日本这个活动啊 也是具有象征性的 再不是礼仪性的了啊 那么而且是实质性的外交了 这个外交就是帮助习近平 在解决这些后顾之忧的问题啊 看来王岐山也是站在第一线 并不是第二线啊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啊 王岐山可能在平时 也和习近平啊 进行讨论的外事啊 而且特别凌人注目的是 就是在8月12号在中南海 王岐山接近了 印度的外长苏杰 这个事件非常重要 这说明什么呢 他开始考虑到印度的忧患 我们知道一旦和美国抗衡下去啊 如果说美国加拿大法国啊 他得罪这些国家 如果都针对着中国 那中国就非常鼓励啊 一旦开战 印度就会趁血而入啊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 中国和印度之间关系也不目啊 那么看来王岐山也有些预解性啊 也就是说呢 这边得罪了人 那边就敢拉关系啊 我认为啊 这些东西可能都无济于事啊 最主要是 还是和美国高好关系啊 美国是离中国国土非常远的一个国家 历史上 他没有侵略我们领土这种啊 占领领土这种记录啊 而且双方合作了许多年啊 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非常密切啊 所以说和美国这个顶牛啊 去拉着小日本和这个俄罗斯北极熊啊 我认为这是个傻瓜的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啊 我们这些批评意见 中共的角色层根本不理睬啊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 这个随着经济的这个强起来富起来 也要这个引领世界的潮流 要把红色意识形态啊 要传遍整个世界啊 所以在这方面野心比较大呀 特别是一带一路啊 使这些美国啊 加拿大等一些国家 非常的警觉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王岐山这一次 他这个角色的这个变化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啊 以后面临的 这个一些这个困难啊 当然王岐山过去在2008年 负责金融方面啊 解决了经济金融危机的问题啊 担任副总理的2009年 也曾经访问过日本 那后来进入 2012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后呢 配合习近平啊 反腐 打老虎这个 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这一点不用质疑啊 但是他本身的腐败问题啊 也被这个国文贵在海外 做了一些披露啊 尽管一半真一半假 但是即使是残留下了 很少的真实的一面 也说明了什么 王岐山并非清廉自食啊 也就是你抓别人 自己也不敢进啊 那么此外 王岐山这个 他在这个十八大啊 这个以来啊 反腐为斗争当中 充分体现了什么 选择性反腐这个问题 结果造成了党内的反弹 他非常重要啊 也伤害了很多人啊 这些人都形成了一派势力啊 也在帮他的道忙啊 帮习近平的道忙啊 这也是可以回到我刚才 第一个议题讲的 就是习近平要搞这个 一尊啊 定义一尊啊 就让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文章啊 官样文章 就为了给自己 这个增分长脸啊 但是看来 收效甚微啊 本人认为啊 如果给习近平出了好的点子 就是应该跟习近平仔细研究一下 如何顺应历史潮流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 除此没有任何的出路啊 因为随着经济的 中国的发展啊 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必须配套进行上层建筑的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啊 否则呢 以前取得这些成果将丧失 包括外交方面的成果啊 和以前在这个经济方面累积的一些财富啊 所以说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啊 必须面对啊 那么今天的多少典型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明天见